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时跟联合自由头版头的选材会差异很大 但是中时的部分我们先谈大使擅长的议题好了 因为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尴尬的事情 特斯拉在英国的地位怎么样 他已是四天短命首相被赶下台的 当时到台湾来演讲讲了一大堆 让大家觉得怪怪的话 就是在帮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背书 或者是言论的尺度怪怪的 结果现在相关的价码曝光了 那么最新的资料显示 他到台湾来这样一场演讲是320万 加一加还有各种招待住宿什么的 大概400多万跑不掉 加上之前蓬佩奥这些来都要花上上千万 所以被国民党立委形容 这叫一直千金我们的钱纳税钱很好花 随便花拿来帮这个民进党擦枝抹粉 而这些政治人物来台湾到底有什么帮助 对那个民进党对蔡英文有帮助 对台湾没有帮助 对台湾来讲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好像在大海里面丢了一颗小石头 凯枝啊 然后可是呢我们花了超过价码的钱 那为什么给他这么高啊 这完全破行情啊 那就是说叫他讲一些好听的话 直接啊就把话塞到他嘴巴里 要他嘴巴来讲 那这也就是说想要挟外自重啊 这是蔡英文他们非常非常 而且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 你看而且都破例 他绝对不止320万啊 大概差不多2万美金最多了 2万美金差不多了 而且大概没有没有什么人会请他 第一个英国的政治人物本来就不太值钱 我们以前请过那个柴契尔夫人 财契尔夫人当时而且他也是卸任以后来 财契尔有这个价码 有这个价码 可是这个特拉斯啊 在英国被认为他是很短命的 第二个就是说根本能力有问题的 能力跟判断有问题的 他这个英国的财政政策被他搞得血上加霜 所以他立刻就下台了 在英国啊 就是说被家喻户晓就是他的无能 跟他的啊 跟他的怎么讲 就是说他其实他他是他他做首相 是靠不名誉的方式上来的 对他以前为了为了一个那个想要升官啊 就是说都是都是靠那种旁门左道的方式了 所以他一当的首相都被挖出来 所以他就很快就下台了 那我想就就是说蔡英文愿意花这个钱啊 第一个啦 反正不是蔡英文自己掏钱 也不是民进党党部掏钱 可是呢 对民进党有有帮助 对蔡英文有帮助 花的是我们大家的钱啊 没错 那就乱丢一笔啊 然后呢 既然超过这个超过这个行情的话 就塞一些话叫他嘴巴里面 看他愿不愿意讲 他愿意讲的话就再多给钱 所以最后搞到三 搞到 搞到 演讲费就搞了三百多万 这个啊 真的是 把人民的血汗钱啊 往阴沟里面丢 嗯 蓬佩奥来台四百七十万 刚刚我讲了上千万哦 当然是还有加很多别的费用 因为加一加 数字比较精准来看 比方说这个 陪洛西来台湾 到底对台湾的这个价值是什么 上了国际媒体 但全球都知道台湾好危险 兵胸占围 对对 他的三 加上他中前面的游说的过程 加加起来 新台币九千八百万 对对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更大的问题啊 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财务公司啊 嗯 那这个财务公司来 我们也不知道还要什么 对他要 他要拿我们的外汇存底 存给他去做财务操作 嗯 也就是他那个钱对他来讲 当然他是放到口袋里啦 嗯 那蓬佩奥最大的来台湾印度是好好敲台湾一笔啊 嗯 我们有他过四千亿美金的外汇存底啊 他要我用的动我们的外汇存底 要把一部分钱去投资 他那个他带来那个公司 嗯 那个就不是 不是这个 一千万或者说九百万台币的问题啊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几百亿台币啊 几十亿台美金 几十亿的美金 他是想要做这个生意才来的嘛 那所以他现在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 有只够有颠 对 有只够有颠 真正他是要要这笔钱 呃 所以蔡英文也知道这些西方政客基本上就是为了钱 那他就愿意给钱 所以他是政治相互利用 反正花的钱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吧 可是做的业绩是做给蔡英文本人跟民进党 他民进党这一聘呼群勾党的啦 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台湾的帮助 对台湾的后续结果就是造成两岸情势的紧张 然后呢 我们三军被操到快快快真的每天都啊 这个大陆的军机来台 大陆的军舰来 把我们的海空军啊 前线的官兵啊 真的搞得真的是疲于奔命啊 对不对 也没有时间休假了 这就是啊 蔡英文他们搞出来的 因为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真的就是目前台湾民营党的战策略也到选取到了 真的是很清楚 就是不沟通 然后不嬉皮笑脸 然后不妥协 那个是以前开玩笑的 相声的段子 结果现在果然又发生选举期间 所以不但不沟通呢 影响了两岸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之外 在国防上面啊 外交上面 外交除了断交之外 就是要付这么多钱给这些卸任的官员到台湾来 吃吃喝喝 然后帮他做外宣 再来付很多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钱 根本不用算那些国会议员们 来到台湾要多少哦 然后再加上今天中水头版把它放头版的消息 其实是因为国造潜舰啊 预定要9月才下水典礼嘛 可是现在宣传起来变成是说 哎 只是风壳就当下水 就是我们造了半天的潜舰 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是到底有没有用啊 所以敢在选举期间 有一些时辰要做宣传 就把风壳当下水 就变成汉鸭子的队了 然后当然这些这个国战备 除了买这个美国的军备 创下了新高数字之外 告诉大家国造潜舰要下水 也只是跟国内交业机吧 嗯对 这个就是上下交相贼 蔡英文要骗台湾老百姓 然后他下面帮他搞这个潜舰的 就骗蔡英文 蔡英文说 哎我一上来就搞潜舰国造 我现在要下台了 到底怎么搞的 影子都没有呢 然后呢他下面人就说 帮他出一个主意 下面人蔡英文懂什么潜舰啊 嗯对不对 还不是说交给下面 下面已经花掉快五百亿了 这是还是账面上的 私底下还不要花了多少 五百亿台币哦 那是个钱坑哦 那无底洞哦 那不知道钱怎么花的 最后人家说 这样子啦 我们就来个下水典礼 可是呢 下水典礼没有水 在船屋里面 在船屋里面 这样关起门来下水 然后呢 说其实是什么 这个是个仪式 名字取为下水典礼 我刚刚我就在想说 那不太笨了吗 这些人要上下交香贼也很笨啊 你就搞一个浅健的模型就好了 你做大一点好不好 两公尺大的对不对 到蔡英文办公室嘛 在那边搞一个大水池对不对 或者说你那个总统府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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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池里面 然后你好歹要有水嘛 你就把那个你就把你那个模型放到水里面嘛 那不更好吗 就不会今天遭受大家四人的嘲笑啊 现在四人都朝下水典礼在干船屋没有水 对不对 那以后这个潜水潜水艇会不会 他说我潜水艇造成了可是用一个大的什么拖车 每天用车子拖来拖在路上焊鸭子一个 焊鸭子潜水艇不笑话吗 不过真的是啊 我觉得这个国王的心意啊 他们现在骗惯了你知道 就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白痴样子在骗 骗上瘾了 骗上瘾了 问题我们又我们老百姓的腰包又少了500亿台币 你看看他这种花钱花花钱方法 动辄几百亿啊 造出来东西有没有用 没用 没用 你想想看你造一辆车子 引擎是法国的 我谁举例啊 引擎法国的声纳是美国的 前望进是德国的 然后操纵舵是日本的 然后那个壳子是台湾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导航系统又是什么意大利的 西班牙的 诶 拼装车可以拼成这样吗 你敢做吗 你敢用吗 真的是 我觉得哈 我们就是一般人真的是胆子小 真的不晓得蔡英文这些人胆子有多大 真的真的说谎啊 造假真的有 我现在发觉 真的是要怎么样 要胆子大 那另外一方面 以前我不要听哪位政治人物讲说 天下无敌 谁最无敌 不要脸的 对 他说不要脸的最无敌 你今天碰到这不要脸的 他那冠军了 对他真的冠军 哇下水典礼 在甘船屋没有水 就算下水典礼 好吧 继续这样搞吧 对啊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花预算的方式 可是呢 大家在谈教育 这么的缺各种的预算 然后更不用讲那些弱势团体啊 长照啊 这些老人啊 社会福利系统 这么缺预算的情况之下 我们国家呢 哇 当潘娜一样 随时在国防预算市场豪值千金 然后我们昨天节目上还讨论说 那预算这么多 又有新一波的公布 买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设备 那又这么多钱 到底对台湾的防备有没有帮助呢 然后这个现场的学者只提醒了我一句 啊你 小舰长说的 啊你也要拿得到啊 我们只是先给钱而已 给铃娜一钱 然后到时候先下了单 遥遥无奇的到货日期 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 对 完全被美国完全予取予求了 不见得出我们要的订单也就算了 连订了之后 那个不知道下辈子才给你 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急的就怕你弹药不够嘛 三十厘米的那个炮弹啊 就卖掉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几亿台币 哇塞那么多炮弹干嘛 那就是说他造什么 他造乌克兰的规格 因为乌克兰消耗弹药消耗很厉害 所以呢 他先把你的虎器库存 弹药量给你补出 一次就给你一百三十几万 还有就是车辆的零组件了 最近这一百三十二亿的这个 美国通 美国告诉你的预算 军购项 这个在不在我们军事采购局的 采购项目里面 根本就 我看蔡英文都不敢坑 还是美国就丢过来 那美国最近只丢两个啊 一个就是这个一百三十二亿的 这些弹药跟车辆的这些零附件啊 另外一个就是很快火速通过什么 火山布雷系统啊 这些都是准备在路上打仗的啊 所以美国现在基本上 他指导台湾的未来台海的这个 两岸的火拼的地方 就在台岛上面 他现在一步上 岸上损伤拖的战事越久 损伤越严重 对于美国控制他的损失 反而是越有利吗 对他就是要一个消耗战 那是消耗中国大陆的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原来美国啊 以前我们跟美国人在 美国人他们谈的时候啊 他们就说 你们自己要撑两个礼拜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美国要采取 即使要来援军要到 国内的程序加上各方面好 也要两个礼拜 你们自己要撑上两个礼拜 所以他的整个战略构想 就是台军撑 台湾我们军队撑两个礼拜 然后美国给你足够的武器跟弹药 就这样子 那最近兰德公司的报告说 对不起我美国光集结 然后整顿要90天 拜托啊 美国什么时候要搞到90天的 那个那这美国还撑什么吧 你要打一场战争 国内就要搞90天 你应该随时就可以 以前讲两个礼拜 就已经人家觉得 你这还是super power吗 你那个你那个 你那个庞大军力干嘛 现在他说退90天 意思就是说 90天之内 蔡英文你不要想说 美国美军会来 那你就逐一大时间 这个90天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整个的想定 要让台湾的蔡英文的军队 打90天 基本上是什么 那就给你很多弹药 给你很耍怎么样 岛屿的攻防战 让再打这个 岛内的歼灭战 往这方面走 所以你看这么急啊 对不对 现在大学都只要念三年了 全市有这样搞的吗 全世界没有国家这样搞 教育怎么能够这样被破坏 来我们先进下广告准备 待会来来谈选战议题了 因为光教育这个议题 昨天郭台铭也很有意思 连续两天贴了文章 昨天他提的教育的新的政策 倒是我问了这个 相关教育界的朋友 大家如果熟悉 我们九点的节目的朋友 也了解我们常常在谈教育大政 这些朋友倒是对于 昨天这些议题蛮正面的 就是说终于有人提出来一些 教育公司立学校 还有在教育政策上的具体看法 我相信回归政见讨论是好事 比方说会有一题 合一场能启动 就再启动 居然回到合一场去了 我就觉得 也也是有考古感觉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突然回到合一也有点 九月那一天 他就问为什么 合四到哪去了 比较新比较好不是吗 因为合四他曾反对过 对 合四也是比较新 当然他也是算时间上 这样算算也是有点连线 可是总比合一早吧 我只是觉得 王世修可能又要跳起来 合四我去现场参观过两次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经济部工作 我们是负责草泥 这个 合四启动的这个缩帖的 所以我们到现场去看过 我是不是应该点点 刚好多朋友跟我们打招呼 谢谢刚刚帮我们看措置的 不是特斯拉 是特拉斯 特斯拉斯 那个电动车 是是是 他最太太红了 很容易这两个人被搞混 秀卵 台湾要安全 人民要有钱 袁云文 谢谢啊 忘不了 还有 Rita Herman 红毛 YC Hugh 有一位每天跟我说 你很漂亮的 谢谢你叫做 叫做在哪里 Fox Gavin Chung 叶君 早安 一杰 也到哪去了 但是找找你的名字呀 好 先继续咯 是 禁赴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这段先往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借文及钱大师 继续跟我们聊 几个最新的实施议题 下了两天 当然在选举期间 蓝绿白 各个阵营都在拼选战活动 那么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蓝军的情绪 朋友们的焦虑都明白 那大家呢 在焦虑当中呢 就有各种的怨言 期盼 因期盼 韩国瑜要帮侯友宜站台 这件事情 礼拜六总算同行 我说真的 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时候到后来 已经变成情绪勒索的阶段 你如果不跟他一起 就对不起他 那也许韩国瑜自己的评估 或是时间上的配合 总觉得是不是有更适合的场合 能够对他最有帮助 毕竟他也不是主角 那主角选情如何 真的是要自己 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成绩 真的比较重要 结果在礼拜六终于同台了之后 那就有各种被拿出来放大的细节 例如那个梗变得很好笑 侯友宜变得有椅子的那个椅子 移动椅子的那个友宜 我就第一次看到 都哈哈大笑 大家也太有创意了 可是你看吧 这样的场合 大家就会不会比人气 比互动 两个人怎么样 但可不可以同框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 不用再逼迫人家 一定要去哪里了 就是这个主角还是比较重要 那除非像之前 上市大选的时候 是坐在大造势场合 例如在新北拉 或是在哪里的时候 大造势场合邀请 也不是一天到晚 三天两头 就要求 就要干嘛 不是吗 大使 所以你看起来 总之那天 当然昨天也台北市的市长部的部分 马英九啊 也来帮 蒋万安啊 也帮友谊加持了 那加上那天的侯寒 同框在这个黄复兴的场合上 您觉得效益如何 我觉得不管谁帮侯友谊 最后侯友谊能不能受到广泛的支持 关键还在侯友谊本人 对 他要给自己加分 可是我觉得他跟这个 这个啊 跟韩国瑜真的是 够够意气 够够言而有信 支持 真的是 真的是讲重情重义的人 这是韩国瑜的本质啊 这也是台湾 台湾老百姓 喜欢他的原因 真的是啊 光明磊落 对不对 讲情讲义 为了国民党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情况下 他还去参加 这不是 这个不是怎么讲的 专门针对韩国瑜的 其实以现在我们看中国三国演义 这个你应该是登坛败将 你是三顾茅庐的 今天是你侯友谊要选了 对不对 韩国瑜已经是 已经是淡出政坛的 可是因为他对 尤其对 这个韩粉 在台湾的这个选举里面 说穿的是举足轻重 往哪里走 这是举足轻重 应该 应该是所有 尤其是蓝营的候选人 那要 要展现出极大的诚意 不过这种场合 那韩国瑜也去了 真的是重情重义 这个重情重义是重什么 对国民党 对怎么样 对中华民国的一种情义的展现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问题就变成 搭了台 有很多人 这个 这个热心人是搭台 这个台 这个主角 这个真的是 我说这个主角是 大家是在什么 是在帮猴 主角是猴 可是猴那天的表现来讲的话 可能猴没有为自己加分 反而还失分 为什么 就是说已经 你要不然你就不要上台去演这个戏 在大家 今天是搭了一个舞台 我常常就说 很多朋友以前 找我做这个 做那 我说 我说你要搭舞台上去唱戏 我是极为谨慎的 因为大家眼睛都要看 你第一个 你没有足够的心 你心里足够想好 你有一个 细节的动作 你都要弄好 要不然所有都被大家放大解读 然后看你的内心 看你的表现 那这个猴有意义 看得出来他真的不自在 可是真的也难怪尴尬 因为进场 媒体挤半天 或者是说 现场支持者 喊出来 这个人气 当然都会让猴有意义 相对显得尴尬 所以又何苦呢 这个就变成猴就应该要有一个高度跟一个气度 气度就是有那个气质跟那个度量 那这个时候他就知道 他越越他应该得到感觉是越应该对韩 李贤下次 当然现在也不是下次 韩基本上 在辈分上 选总统辈分上比你好有意高 你做你也不过最高做到市长 高 那那韩国瑜也是市长 而且韩国瑜从政之力 都很年轻就在政坛上面 就是说发光发热 你应该韩国瑜是你的前辈 那你有表现出应有的这种 李吗 李术吗 没有 没有 讲话在那边打擦边球 暧昧讲话 这种时候对 不会伤到韩国瑜啦 只是伤到他自己 这个时候就变成很多人就在看说 这个怎么这样子表现 对不对 所以你在舞台上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这个好 那么多美光灯在前面 来偷偷去移那个位置 那你就更会让人家觉得 减分减分减分 我想 我想他本意只想把他拉近一点点啦 但因为那个我真的不需要讲 韩国瑜他有个个性 你也跟他吃过饭 你也清楚 他就是不喜欢做主位 就是他他很特殊的个性 他会觉得说 爸主位让给别人 更方向这样的场子 他临续主角 尽量让媒体拍到他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舞台 他是背对着 那当然是想要看舞台 移动一下 这也还蛮正常的 所以就是 就大家做这个文章的时候 对他来讲 可能想的很单纯 可是他拉来拉去 反而变得很尴尬 对对对 我觉得内心想 你这个显示出 侯友宜的内心 你要表里如一嘛 你心里想什么 你就要讲出来 这个是 大卫不足以自取 你今天真的是大卫 人家是看你的真性情 大家都要看你好友宜的真性情 这次侯友宜表现 真的不及格 我觉得还有时间 他要赶快弥补 要不然的话 他就会失去了很多 韩国瑜支持者 对他的一种信任 他不要以为是假的 他以为到最后 大家含泪投票 我现在看很多情况之下 很多人对 这些都是韩粉 深蓝 中党爱国 都已经对侯 最近一些表现 已经动摇之后 已经怎么讲 已经都已经觉得 不支持他了 所以他的民调 过几年再看吧 再看吧 如果一直在20%左右的话 17了 17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今天就送给韩一句话说 你没有改 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唯一你能做就改变你自己 你有改变吗 对 他不晓得他今天 你是出来选举 他想情势还会变 我们今天在这边 我们是国民党党员 我们是支持党的候选人 真的是替他捏一把冷汗 真的掉到17了 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 该说的不说 该做的不做 然后呢 你连国民党基本盘都 都没有拿回来 你相信 你还能够去跟别人一起整合吗 中间选民会靠你吗 现在接下来 他如果说再没有改起色的话 很多国民党的小鸡 现在再找另外找大树 那现在这个郭台铭蠢蠢欲动 时间还早 7月23是一关 对不对 接着还要 郭台铭还 当然还要搞联署 他要自己出来参显 搞联署 这些动作都会出来 对他会产生很严重的侵蚀效果 那他现在还有机会 尤其国民党本身的 中流砥柱的支持 他要巩固 对 政策要讲清楚 然后呢 尤其是两岸关系 九二共识 你不讲清楚的话 对不起 就是没有票 我不是说没有全台湾的老百姓的票 你就是没有国民党的票 国民党票 这个就 这就起码百分之五到十左右的票 在这里面 那你不要 不要的话就是别人的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 那 呃 所以侯的选情还是非常不看好 目前为止 今天在今天的话 美国常常做一个选举就是说 如果今天投票的话 结果是什么 对 如果今天投票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小三 对 那你能不能一个月以后 你慢慢有起色 看起来没有 因为你行为没改变 行为在这样子 偷偷摸摸的去移人家椅子的话 不会得到大家的这种赞赏 你今天你今天这个位置 你是要 要怎么讲呢 你不能用用理所当然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所当然的时候了 啊 这个男的就一定是我的 啊 这些人反正到时候 含血都投票给我 我看目前这个状况 就是有这个松动的问题 所以 所以他真的是很危险 今天中时有一篇标题叫做 探子秃子破冰 简林还须戏林人的分析稿 那他真的细数的比 比我们有时候都已经 不见得记得那么整齐 还帮我们把过程细数了一下 那其实我必须 他这边重点在于说 为什么这一次的见面 是在这个时间点 那之前的沟通是怎么样 我倒是觉得很客观的讲 的确之前的邀约 大部分就是 其中一两通电话里头 就是打电话 侯市长 比方说 赢家也泡地 就是比较寒暄式的 这个问候 那其实真的没有 比较具体的邀约 然后到后来有过说 其他的幕僚 好像希望安排某个行程 去大堆头 大家一起去的场合 可能他刚好又出国 各种的不方便 那当时就已经开始 有一种声音 包括我这边也会收到 虽然我现在完全不负责 他任何行程 如果讲话很谨慎 真的是因为很多人会容易联想 但其实我跟他其实 接触的机会也不见得多了 那就会有很多 这个党中央支持的好朋友们 然后大家就会很激动说 开始怪罪韩国瑜 为什么迟迟不肯跟侯友一见面 好像是他的责任 他的错 可是说真的 一开始我所接到的 的确并没有很具体的邀约 然后到后来幕僚邀约的时间 可能又没办法配合 他这次真的是谢龙介 直接很积极的打了个电话 这个活动有机会同框 所以才时间上也配合得上 所以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这篇特 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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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特别回到2019年那么分析 就是第一场的 新北市造势大会 那一场邀请了三次 和友谊站台 他其实都是拒绝 是玩具的 可是像这样的场合 是真的已经办到 新北市的大场子 去邀请当地的首长 而且过去在大选 而且是同档的 而且当时选举的时候 不是也是帮忙站台的 所以去邀请的时候 比较相对合理 而且是这个场子 是在新北市办 当时被拒绝 事后的确他帮我们回想 的确还被因为破坏 场地草皮被踩坏等等 收钱 赔偿 赔款 这个当然 当时我们也都照做了 不过这也是事实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 在一直要求他 一直所有场合 都要配合你当道具 那总是主角 还是比较重要 而且总是要用在 这个刀口上 不是东西 就找人家去当道具 像马 马英九前总统 昨天 当然之前也传出来说 有什么二的肚子等候 有这种 这种一个 TVBS的政治中心 主管的发文出现 但昨天 马英九也一直都帮 侯友宜加持 就算在昨天 这个台北市党部 主办的场合上面 马英九最在乎什么 九二共事 但侯宜昨天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 包括 这个 核能 要重启核一 然后接下来的 选举的行程 可是也还是没有 在两岸的这一块 真的跟上了 先生的期待 对 九二共事 有这么难吗 这是台湾对台湾安全的定海神针 他认为 他要去争取绿的选民吗 对 你不讲九二共事 你蓝的选民都没有 你去争取绿的选民 不是 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吗 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 你现在蓝的都不能巩固 你去争取什么绿的 做梦 空气票不要在那边想了 那要不然人家就发现 你的原来 你的政治价值是如此 那蓝银干嘛要提你呢 蓝银的支持者 都是希望两岸和平 都是希望九二共事 那所以他 你既然要披着蓝银的 战袍的话 你蓝银的根本价值 你不认同的话 那你就很难得到蓝银的 连蓝银都不支持你 你想绿的会支持你吗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他要想清楚 他不想清楚的话 他永远都是在20%上下 那上下不错了 两份民调都已经跌到了17% 17了 所以他的选情告急 只能怎么这样讲 真的啦 这个不能再想靠别人帮他 展台或加持 他最重要是他自己的战力 要提升上来 而且有的时候就做人处事 今天你在过去韩国瑜选举的时候 你三次人家请你去站台 你都拒绝 那今天韩国瑜可以说 那你请我我也不去 而且他连请都没请 对不对 他有请韩国瑜吗 这个是中间人在不断的怎么讲呢 在中间在撮合 对不对 今天侯友宜有说请韩国瑜 没有啊 今天还是中间的 大家真的希望顾全大局 希望韩去啊 那你今天你自己考试 你不及格啊 今天韩粉 大家都没有说你做得好 没有因为你的 你的没有被感动到啦 而且还觉得 我认为是失分啦 那现在侯友宜 不要以为过关了 这样就交代了 你还要补考了 所以好龙斌说 你应该亲自去 对不对 亲自去 本来这个就是应该怎么样 这应该要三顾茅庐的 然后你的场子 你来你来设计 对不对 让人家觉得可以接受 韩国瑜不是韩国瑜一个人 韩国瑜背后有广大的 韩粉的支持群 这在选举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你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昨天这个台子 真的 侯友宜真的是 给自己失分啦 我们我们担心的是他 礼拜六的场子 礼拜六的场子 你让自己失分 你一点没有加分 你还减分 那你干嘛 你自己你在在玩什么 我们希望你做一些 对你自己加分的事情 对你现在要加分的话 基本上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对韩国瑜 有一个很诚恳 发自内心的 一个怎么样 一个希望韩国瑜 给你支持 给你加持的一个 一种 一种 一种啊 一种作为嘛 那没有 要不然就翻篇了 不要一直叫人家 一定要去站台 不然对不起你 对啊 这个这个没有 没有意思嘛 你今天 你今天很多事情 该做不做 另外你的 你的政策论述啊 那我今天说的很有趣的 啊 这个赞成核能 那请问一下 核一厂跟核四厂 有什么不同 一个不要 就一个比较行啊 核一厂 奇怪 四个核电厂 你就只谈核三核二 核一 核四在干嘛 我不懂 我不懂 你赞成核电是你的选项 可是你就不提核四 这个是什么政策啊 我觉得他的政策的整个 整个方向 让人家 我就今天 今天早上在听收音机啊 他自己讲的啊 讲到最后我就 哎 我在心里啊 最后讲完以后说 哎 那那何事呢 这种政策如此之粗糙 你以为会得到选民的知识 告诉你啦 再跟侯友宜再讲一次 你不要去找那些空气票啦 你把你应有的基本盘拉回来 你还有一搏 你再往中空气票走的话 你的所有的基本盘就散光了 然后呢 到了选举的时候 空气票谁会给你啊 什么浅蓝浅绿什么啊 还有什么中间选民 对不起都不是你的 所以呢 他时间还有 我们真是替他啊 捏一把冷汗 我们是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要下架民进党 真的 下架民进党 那如果说在未来 有人就说 我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我跟你讲 大家现在台湾社会 很强的一股力量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的时候啊 他 他提不出来 强而有力的政见 然后让大家觉得 他是真的 真的是一个有魄力 有远见 有原则 有操守的一个领导人的话 他不能够在这方面 让起码让国民党的 这个支持者认为的话 他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真的 这是 这不是我个人的 我们很多朋友 在交换意见的时候啊 都觉得 侯友宜在搞什么啊 我们到现在都还是替他担心啊 因为他代表的是国民党 是我们认同支持的国政党 对不对 可是他自己要争气啊 真的 我们想到很多 你看 你看很多人在帮他忙 对不对 黄复兴都不讲话了 黄复兴这些人奔走啊 然后又找一大堆人来帮忙 凑一个场子 搭一个舞台 结果他上去 演得这么荒腔走板 能怪谁 线上有位 他的留言说 难道主持人跟这个来宾 要回忧归下来道歉吗 恩恩怨怨恨 说真的从来没有过 韩国瑜这边从来都没有要求过 就是基本上 这个就就已经差不多 已经讲 对于韩国瑜本身反而没有周边这么多人 一天到晚在提醒这些事情 其实是已经一段历史的过程发生完了 其实韩本身并没有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看他 听他讲过这么介意过 反而是这周边这么多人一直在提醒啊 那不如其实真的已经也见完面了的过程 不如还建议就赶快让他翻篇往下走 让主角可以发挥的战力 包括政策 包括选战的能力 赶快呈现哦 不用再胶着在这些小细节 跟谁见面这些事情上面 他毕竟自己才是主角 这个才是重点 对他在选 不好意思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再来谈谈最新的包括郭台铭 柯文哲的相关事件 马上回来 从来韩国有听过他说要道歉要干嘛吗 其实是没有的啦 没有啦 就是说 可是可是问题他今天是整个韩粉的 他要争取支持啊 哎呀刚有抖内的朋友 我是不是没有念到 不好意思 我来看一下 Ang Soha 他新加坡B的朋友 他说主席征召对党不忠诚的候选总统 很诡异 却还在不断的挺整个国民党释出的讯息呢 已经扭曲了中华文化的人之常情 火腿蛋炒饭说 我想要政党轮替两岸和平 可是侯有一个态度 让无法欺骗自己去盲目的支持 Ang Soha有一个逗内 他说建议韩出国 跟韩冰一起在加拿大一起进修一个短课程 对韩有恩的就录一个视频 或者录一个万用视频就好 我替他着想 好多人真的好心交啊 这个问题的当事人 他自己不这么想 就麻烦了 前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赵先往前秋万事 时间来到8点44分 在相关的国民党民党 柯文哲都有很多造势活动的同时 郭台铭没有安静 他在脸书上贴出了连续两篇文章 而且都是有图的 表示是有团队在帮还继续在做运作的 其中提出来的是要给孩子一个负责任的未来 他把这个除了反对赖青的三补助私校的相关政策之外 那他也提出来 拒绝荒谬的三加一 那该做什么呢 他提出来了包括公私立学校的补助的政策 然后怎么样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资源 这五大主张 提了五大高教评值可以提升的主张 我还特别问了教育界的朋友 其实他们还蛮正面看待 认为说好不容易有人提出来一个相对有方向 有角度的教育政策 您看郭台铭这个动作如何 这就展现实力嘛 也就是说他的团队幕僚强啊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郭台铭的场项啊 可是他可以把一些专业的意见凝聚起来 这个就是做一个领导人 他应该有的一个具备的一种特质啊 你能不能带领一个强而有力的团队 然后推出来的政策缩帖 让专业的人士看起来说 这个不是闭门造局哦 不是那种啊 随便讲两句话就可以糊弄过去的 他是里面有很多专业人士的意见 他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也就是说你社会有这些资源 他能够去找到 能够把它怎样做系统的整合 然后呈现出来一个强而力 具说服力的一个教育 教育面的缩帖 高等教育面的缩帖 对不对 所以他昨天一贴以后 大家都在看啊 对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他不太出手 这个就是说一出手 我就是说你搭了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 人家看起来 今天你买票去看戏的人这样说 你们在舞台上给我这样子乱唱 那是要退票的 那今天你搭了舞台 你发觉 这个好 这个剧主演的不错 深获我心 那这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竞选里面一个说服的过程啊 对不对 认识我 了解我 喜欢我 支持我 对不对 这不是选举的几个步骤吗 郭台铭已经不需要认识啊 他现在让人家怎么 了解 对了解就说 哎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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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企业负责人 你要展现一下你的本领啊 哇 他先丢个教育缩帖 有说服力 下次再给你推一个国防缩帖 哇 在国防界的人就说 哇 你知道哪里找这些人才 而且真的很重要 他 我们在节目上 在生活的 财经生活时段提了好几次 如果听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时段上 是我们好朋友的话 我们在私益学校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多学校经营不下去 就是因为公私益学校补助 还有教育资源的落差 甚至对于私校募款的各种限制 让他们活不下去 然后呢 所以郭台铭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且还说要召开教育国事会议 所以现在在教育界的时候 是得到还蛮层面的肯定的 对 他是有内容的 这不是一些口号的堆积嘛 他是有具体建议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 他真的可以影响人心的 尤其关心我们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在大学里面 不是只有学生关系 还有很多教授 对不对 还有教职人员 他都知道你政府有没有政策 我们现在是极大的危机 蔡英文就在那边 呼弄 舔过得过且个 然后让你塞一点钱 让你吃不饱又饿不死 就这样子 然后教育的品质 大家都认为就在地下 然后原来搞了半天 你还搞个三加一 你重点根本不是教育 你重点是在国防 对不对 你给那些教育补助 有什么 有什么要用 一个 一个 一个汉鸭子潜水艇 就你搞掉500亿台币 你拿来做教育的话 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资源怎么怎么处理 然后呢 你有没有解放 所以所以这这篇教育说帖 高等教育说帖 那郭台铭就是得分了 对那很多政治观察家就观察说 他这个举动在干嘛 他是不是还要出来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前前在节目上聊到 其实没有刻意做 做highlight 但是不小心就有些平面媒体去注意到了 然后推播 我们我的确知道说 有一些中南部的地方 要正在帮他进行可能的联署 但可能正式的表格 需要一点时间等等 但有各种形式 所以当时我就说 其实最重要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 如果在这个饭局上面 这些地方人是说要帮他做联署 会有产生什么结果 假设 加上现在他提出来这些教育政策等等的 很明确知道他是真的动心嘛 有意愿嘛 那接下来他是独立参选 如这些地方人士的这个对他的劝禁 还是如何的组合 如何的去合作组成其他的团队 这真的是个大问号 因为如果是戏卡都 当然就知道赖清德躺着选啊 对其实是这样啊 我觉得以这个 以这个今天这个 郭董的这个作为啊 已经很清楚他是要选的嘛 对任何的你今天 侯友宜的阵营 你一定要 就要料敌从宽 你一定要把把这个啊 今天郭董的这个动向 你就要自定为他今天要选了啦 不要在那边犹豫 那个时间时机就过了 所以所以就是说 你整个的你的战争车 打法你就知道 侯友会出来 你现在你就要加强布局啊 对因为 就是就是这个郭台铭要出来嘛 那郭台铭出来 这个就是戏卡都 那你如果戏卡都下来 最后的话 郭跟这个柯 最后一连手的话 对不对 因为你是戏卡都 你很可能 你侯友宜掉到 就是铁定老三 搞不好更差一点 掉到老四 你怎么办 你怎么应对 这个郭进这个局 郭进这个局 对他来讲太容易啊 对不对 他要搞一个 好像是28万张这个连署 当然上个礼拜 很简单啊 郭柯本来要见面 临时取消 这也是事实啊 看到他们相关的 幕僚对外的说法 柯文哲自己也说 就是因为郭台铭 讲了一句在媒体上出现说 我要把民众党并购 然后就让民众党这里 紧张了 那我给你见面是等于准备要谈并购吗 所以他们就会有疑虑 所以郭柯之间 看起来也还在信心不足的阶段 所以这就是看 那郭 有没有可能国民党赶快招手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联合 因为无论如何是卡都 就是赖清德最爱的 没办法啦 因为郭对那个整个你的初选过程 他的合法性跟他的程序 他是质疑的嘛 对不对 所以郭觉得你的程序不正义啊 那你如果说是 你如果说是今天是初选的话 经过民意的洗礼的话 那如果输的话 郭今天就就比较没有 就比较他没有 他没有合法性嘛 没有正当性嘛 政治讲的一个合法性 那你是用主席决定的 那他就不服啊 是啊 当然我个人 之前被攻击这个 我只是加了一等 我支持的当然就是 在野大家一起合作啊 但只是因为 大家彼此的心结都太深 各自的利益主张 或者是价值主张 可能真的落差太大 否则的话 在野大家合作 不就是最好的吗 但在要合作 好难啊 不容易 这个不能都怪别人 能不能合作 自己要那个 你比如说 侯友宜也希望 大家跟他合作啊 可是搭了一个台子 给你唱戏以后 你自己 你自己失分 那你怪谁呢 怪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 国民党 我觉得侯友宜的选情 会越来越艰困 对不对 一个 第一个他自己 自己给自己 手脚绑起来 对 再怎么样 在国民党内 制造更多他支持啊 他把他自己手脚绑起来 没有办法施展 这个是他不改变自己 没办法 这个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 郭台铭的参选 他不要掉以轻心哦 他应该要把郭台铭参选 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 又开始想他的下一步怎么走 那郭台铭进来以后 一定分到什么 郭的你猴的猴的票员会进一步 会被会被会被 会被挖走 然后呢就变成就是 是郭会有他的 他会的 他搞不好十几% 然后最后到选情到发展到十一二月的时候 搞不好郭 郭跟柯就合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共同敌人 因为郭台铭如果独立参选 他真的有点交代不过去 自己曾经公开表达的这个论述是什么 当时征召不成所谈出来的一个高度 就会被打坏嘛 所以他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去谈合作 而不是独立参选 郭是对你那个征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征召他现在就说 你上一次他是非常不对 上一次还有初选 对 那这一次是征召 他一定说 他因为听说啦 听很多朋友讲说 当时这个结果的时候 郭台铭就强烈抗议 他觉得你这个你这个里面有问题 他是非常强烈抗议 其实那个举动就已经就 对他自己未来啊 不接受你这个初选结果 已经预留伏笔了 不要在那边期盼 郭台铭怎么样的 现在你就是就是 认知 我认为国民党的这个竞选团队 就应该认知郭是会出来的 那出来以后这个选战怎么打 对现在已经都岌岌可危了 再一个郭再出来 请问一下猴怎么选啊 猴怎么选啊 这个当然是把猴的票弄起来 然后猴你现在已经 猴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很多国民党现在 国民党有三成啊 我以前讲三成五人家不相信 我认为不但是三成五 我认为还有更高 为什么 这是很多来迎归队的原因是 民进党七年倒行逆施 大家要他下台 这些都是国民党形势大好 你刚开始的时候 对不起 你那个 你那个郭台 你那个 你猴有仪在 在半年前 你的支持率是多少 怎么会像跌在这个地方 那你自己有问题啊 对那你现在已经掉到17 你掉到15怎么办 我跟你讲那一定是所有的西瓜 味大病 你这个整个效应全部出来了 对不对 那就已经大势已去了 他他现在没有这个危机意识 真的很恐怖啊 我觉得他真的很恐怖 国民党上下没有危机意识 这才也搞了一个 昨天搞了一个那个 有人很高兴 搞了一个那个场子出来 对 前礼拜六搞一个 好了 见面 过 这个韩国瑜光明磊落啊 对不对 说过的话我就应验啊 对不对 那在这个情况 他也他也他就出面了 对不对 人都到了 结果你们 你们你们这个 那个主角演戏演成那个样 侯先生演成那样子 对自己 他对自己不利 他有伤到韩吗 没有 他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做 那我们这边看起来真的是 真的是替他连巴冷汗了 我们是希望国民党胜选 尤其是你是忠贞的国民党员 没有办法 我就是有这个DNA啊 对不对 我们是希望国民党胜选啊 对 可是看他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真的是担心啊 然后郭台铭这个步步进兵 这个会把整个大局结构 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原来是国民党一堂好期 今天搞成这样 那要还有时间 他要加油 那么他自己啊 这个整个侯要自立自强 要广纳民意啊 这些民意不是在那边听绿色民意的啊 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自由时报啦 你要多看看这个啊 蓝色的这些基本盘怎么看你 这最重要啊 嗯好 今天谢谢大使 祝大家平安健康 礼拜一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